他9月份呢 整个大股东持股变动的一个情况 他这个股权分散表上面 他会去区分 区分说好 你持有大力光1000张以上 有多少个人 持有多少张 比重是多少 甚至依此类推 800张的有多少个人 700张有多少人 5张的有多少人 这个10张的有多少人 那依此来看的话 你就可以很清楚地去看出来说 好 目前这档股票的身上 他持股分布的情况如何 以大力光为例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到说 持有大力光1000张以上 原来有20个人 到9月份为止的话 那总共持有多少张呢 因为字比较少 我帮投资朋友看一下 大概有6万1000多张比 可以看你把它抓出来的字卡吗 好 当然可以 那这个比重上来看的话 大概有45% 事实上因为大力光是比较高价股 所以如果我们去把它看说 持有大力光100张以上 累积起来看的话 有77% 77%吧 所以就意味着说 大力光它的股权 是很集中在大户的手里的 那反而小散户的话 持股的比重是比较少的 那它每一个月的话 会更新一次资料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应该就可以直觉联想到 那我们不就可以每个月 去追踪一下 它持股的变化了 没有错 像我这边就列出来 像大力光持股1000张以上的股东 它持股的变化如何 在八月份的时候 其实持有一千张以上的人数 是只有19个人 可是到了九月份的时候 增加了一个人 增加 对不对 那八月份的时候 这19个人 不是我 八月份的时候 持股的庄数 有6万多张 总共这19个人 可是来到九月份的时候 增加 增加1000多张这样的一个幅度 比重也从45.07% 提升到46.06%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 一件有趣的事情 集结 集结 如果我们比对到 大力光的K线图上面来看一下 大力光在八月份到九月份之间 它发生了什么事情 股价在这个地方 曾经一度跌破颈线位置 对不对 这里是九月份 这里是九月份 比对下来 来看 九月份这个地方 股价一度跌破颈线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单纯从 技术分析上面 旧线论线来看的话 这个后面还没有弹升上来之前 一度破线的那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是单纯只看 形态学的投资朋友 或许你会觉得说 大力光这个头那么大 都已经头部成型 糟糕这一张股票不行了 但是如果那个当下 你着以一些筹码面的追踪 你就会发现到说 不对耶 这些大户竟然清掉 我们来看一下 它竟然是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股价往下回跌的过程当中 吃在哪里 吃在这个区块耶 对不对 所以现阶段大力光股价 为什么会形成一个破底翻 这样的格局 如果我们从筹码面上面 来做一个解析 就非常清楚了 那代表筹码没有松动翻 对 反而打下来的过程当中 他们在买嘛 所以你去从筹码面 然后作为技术面 甚至作为一些基本面上的一个观察 就能够更精确去掌握到说 一档股票 它的走势的变化如何 这个就是股权分散表 或者是说筹码分析 它的妙用 那当然在使用上面 你可以用这个假期研究一下 真的没有 就是透过周刊 或自己也上网 也是一套功夫 没有错 那当然它的使用上 还是有些技巧在的 什么样的技巧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可以分为两大技巧 第一个 你可以从高集中度的 去做一个追踪 第二个 从低集中度 加上它比重大增的 来做一个追踪 假设是比较高集中度 那当然你那个骨架水位 就要很低 因为如果比重已经很高了 你微幅往上提升 那个意义不大 但是反过来 低集中度的 比重大增的话 那就代表它的骨架 有可能会发动 先举个例子 比如像那个三发 我们去看到现在画面上 这个图 上面这个地方 就是三发的骨架 K线图 下面第二个栏位 这里是持股 1000张以上大股东 它变化的情况 下面这个的话 是10张以下的散户 它的变化情况 你就会发现到什么 这条线 我把它画出来清楚一点 在它骨架下跌的过程当中 连续三个月的时间 这个1000张以上的比重 都在提升 所以也就意味着什么 三发它骨架回跌过程 当中 它的持股比重高的 这些大股东们 持股1000张应该算大股东了 是在很积极的回补股票 所以你看看它后续股价 真的就开始往上形成反弹 不是吗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什么 它的比重很高 有70%以上 但是股价已经回跌过一波 在下跌过程当中 它上涨的一个格局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状况 另外一种形态 就是它的比重虽然不高 看到比如说像大疆 大疆这个地方它的千张以上比重 大概38%不到40%的一个空间 可是你却发现到什么呢 虽然比重不高 但是前面这个地方 却percentage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的 这个走势 这个地方同样是1000张以上 这个是10张以下的 却出现大幅度的扬升 就代表什么呢 它在低档这个地方 千张以上的持股比重 是大幅度的往上上涨的 所以这也是代表说 大疆它在股权低档的过程当中 是产生了很激烈的变化 所以这也是造成说 这档股票它近期的股价走势 能够相对强势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它也有切入到一些医疗保健 生医医美这样的一个产品 要打入大陆的市场 这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当然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说 每一个案例或教学 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的样貌 它实物上的运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在这一期的非凡商业周刊当中 当然会有比较详尽的一个表述 或许说如果投资朋友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参考这样子的一个追踪方法 决定授权你去研究 这个好了 我们当然投资人也可以寻这个模式来套用 但是蛮花时间的 好我代表观众朋友 投资人授权你去研究 好了留在下接待会来 还有其他选股的一个模式 在短期 别人在慌张的时候 人气我取到底该怎么做 是 马上回来 我来点赞 我来点赞 马上回来 还请收尾 他是赞 我来点赞 我来点赞 你能不能创造 我来点赞 从眼大 你看我的 你能不能创造 我今天 快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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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来台湾之心 败了iPhone6 现货工艺 新码最高再折4000 明远iPhone6也不只要1599 台湾之心挑战市场最低 TSTAR 台湾之心 好 回到节目的现场 也非常谢谢 刚刚特别透过 这个股东 这个结构 这个股权的集结或者分散 还有张树 就可以知道 这些大咖是在吃货 还是在出货 对 其实我觉得做股票 它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 就好像是当医生 在看病一样 如果一个病人来说我头痛 那医生有可能 他很有可能是 昨天睡不好 或压力太大 或感冒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又头痛 又流鼻水 然后又会胃肝 那你可能就是感冒了 所以越多的征兆 来符合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研判上面来讲 我认为是越有帮助 所以除了我们一般 去观察财报 产业上的变化 从技术面上面 去寻求买卖点之外 在所以筹码面上的一个 股权分散跟集中 其实我觉得正确性 或命中率就会越高 那当然这两天 在股市当中 大家所关注到的议题 除了这些大户的动向之外 9月份营收 也在这几天 陆陆续续去公布了 所以我这边也有 特别去整理一下说 好 目前公布出来 9月份营收的这些公司 它的表现状况如何呢 到目前为止的话 已经公布9月份营收的 大概有400多家 430家 那就这430家里面 它的营收走势 持续成长 就是表现好的家数 有多少家呢 93家 我这个是用很严苛的条件 它要3月份 就3个月连续加总的营收 都是在成长的 而且要相较去年同期连续 12个月的也成长 算是一个很严苛的条件 里面竟然就有93家 是符合这样的条件的 所以占的比例是21% 那大家不要小看这个21% 21%以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 来讲的话 算是蛮高的比重 因为如果有长期在追踪 我们股市现场的一个观众朋友 就知道 就过去这几个月 每次营收一公布的时候 我都会跟大家统计这个数字 一般来讲的话 大概就落在17% 或者是10来%之间 有来到二字头的次数 寥寥可数 所以就代表什么呢 其实真的严格来讲 台北股市到目前为止而言 基本面的状况是相当好的 所以你看到这些上市会公司 所公布出来的营收走势 都还在成长当中 不是吗 所以基本面是好的 那如果我们再进一步 只去追踪 好 那在那个93家 成长的公司里面 每一个产业 它所占的比重为何呢 我把它累积 比较多的一个产业 首先第一个 是在生技族群身上 总共有10家 它的营收走势 近期表现都非常的不错 再来的话 在IC设计 这个部分的话 也不错 有9家 再来这个纺织纤维 这个部分的话 有5家 甚至化学这个部分 也有5家 其实化学这个部分 有些就已经开始 切入到生技产业 所以这阻振一件 什么事情呢 前一阵子 那个基亚事件 造成所有生技股 在大跌的过程当中 那时候我记得 我讲过一件事情 我说 因为基亚 股价 所有的生技股 通通拖累下来 往下形成大跌走势 那当然是一个悲剧 但是也在那一刹那 或那一个时期 我说所有的生技股 它的筹码 是前所未有的干净 这是当时我记得 同样是在股市现场当中 跟大家报告到的事情 所以你去看看 这些的个股 有很多它的基本面状况 其实不错的 而又历经一个基亚事件的清洗 其实最近它们的走势 都相当不错 那IC设计这个区块也是一样 随着物联网世代的来临 我觉得有很多 层级很久的IC设计公司的话 它们开始展现大的生机 我们一一来追踪看看 很快速去扫描一下 生技股这边的一个样貌 比如我说像是 像是生技这边的个股 这个字卡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像德英 邦克 建桥这些 建桥最近的话 强势整理有一些 在工的味道产生 直接看到一个K线图的这个部分 其实它股价很强 但是在这个地方 回档震荡整理之后 其实是一个很强的横向整理 如果我们时间拉长一点来看 你就可以体会到 我讲的一个味道了 在这个地方整理之后 其实还是有一些 在工的或震温的现象产生 那德英就更了不起了 德英这个股票 其实很值得 去长线的去追踪到 它的一个走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在整个股价走势上面 开始产生非常微妙的变化 尤其在筹码面上面 透露一些有趣的信息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是比较长线持有的投资人的话 不妨长线的去追踪 看看这档股票发动 但我没有讲说 这么早要做切入 但是你可以观察它的走势 好 除了说生技之外 IC设计我们也很快来扫描 包含莲勇 力旺 其实最近走势都不错 纺织股我觉得更值得一提 比如我说像南纺或宏远的走势 看看 像这个宏远为例好了 1460K线图打出来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到说 最近也有增温的迹象 如果是一些老市场的 一些观众朋友的话 就依稀的记得 其实每一年的 系年末到年初 就第四季到年初 第一季的过程当中 纺织股往往都会走一大波 所以你看看最近这个宏远的走势也不错 甚至业绩很好的巨洋这些 都有量能增温的迹象 也提供给投资朋友参考 OK 好 那留在下阶段回来 那我们怎么样逆风而行 这个操作面 透过庆面 你看吧 有时候是健康的啦 涨涨 叠叠 叠叠 涨涨 涨涨 那一市场很正常的 马上回来 Ford Kuga 澳市同级车最强悍242匹马力 开创化时代智慧疆域 同级唯一主动式定速巡航 自动调节车速 保持安全距离 一路从容以对 25度 Ford Kuga 王者在领 谁与针锋 要您亲自感受不凡 入主福特 Kuga 想百万零一律 五年延长保股 再免排燃税 Maryland 北美橱柜 首席品牌 梦想厨房 从美瑞开始 蓬蓬升级了 添加天然有机玫瑰金露 珍珠粉 让鸡皮百里透红 超乎想象 我爱玫瑰 更爱蓬蓬 蓬蓬香玉乳 Nife蓬蓬 有一次在国外工作的时候 收到妈妈讯息的提醒说 今天是爸爸的生日 我赶快传生日快乐给他 完全没想到 他回了我他生平第一张的贴图 那一刻让我特别想念他 我想他一定觉得非常温暖 这是我跟Line的故事 那你的呢 防众唯一 透地雷达检测 台湾房屋 寻找房仲精英 共同照顾台湾的家人 我不是陌生人 有我在的地方 就有你们的健康与笑容 我是贺仲牌 家庭浸水系列全面上市 您喝的水贺仲关心 防众唯一 透地雷达检测 台湾房屋 好 回到节目当中 那涨涨跌跌 就是这样啊 对不对 宣哥 所以你说 昨天大跌 今天又涨 它涨涨跌跌 老实说已经对台股的影响 这就是股市 会有限 如果我们拿它当标准 所以也不用考虑太多 直接看台股 我们看月线图 我带来的那个月线图 那不用担心 我就觉得我是很有信心 你看看 我先讲空间 空间 现在的月线图贴在哪里 贴在这里 这一条是25年的X线 对不对 够强吧 这是6年的上升趋势线 两个在9月到10月之间 交叉在8930 成为同墙跌壁 所以不会跌太多 好 你说万一跌破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10月份 是三年来最大转折 6609到10月份 意思说 现在是10月份 它砍下去的黑 如果论转折都是买点 就这样 好 那你说 这个导引到选股 我看